制作美食需要消耗食材 而制作印度美食 往往需要消耗顾客与食材 长久下来会导致供大于求 不利于餐饮界的健康发展 为了平衡之处 面前这位小伙就想了一出绝佳方案 这里是印度的一处街头餐厅 他家没有什么特色菜 但有一位特色厨师 无论什么菜肴 凡是经他之手 全部归为限量供应 来晚了不但美食没了 连厨师也没了 小伙往锅中加入黄油与酱料 这是一道传统的印度糊糊 菜式经典 手法创新 他从本国电影中汲取灵感 将歌舞融入了烹饪之中 继续加入蒜末 熬一声酷酷铲锅 将所有食材翻炒均匀后 转身投入葱末与姜末 他表情猙獰 五不华丽 没有一个动作不是多余的 加入洋葱钉 青椒钉 他就像那绕路的出租车司机 抵达终点不是目的 而是为了让时刻欣赏沿途的风景 为了不被乘客发现 这类司机往往开得很快 小哥也一样 随着番茄钉与高汤下锅 他的动作逐渐开始超速 各位准备好了吗 加入盐巴自然粉香菜 粉马沙拉 姜黄粉小茴香 辣椒粉 还有各种奇怪的什么粉 再来一把芝士丝 两把芝士丝 番茄浆一滚 辣椒浆一泡 其实食客们并不在意加入了什么 因为小哥的速度实在太快 他是厨房中的艾米纳姆 加料堪比饶舌 是餐饮界的范迪塞尔 在众人的视线中横冲直撞 将人们的反应力撞飞至九霄云外 借助降魔储 将所有食材碾压细腻 均匀铺开 最后倒入一碗奶豆腐 撒入一把香菜末 糊糊酱料便可装盘享用 厨房中员工众多 但这里和小伙的专属厨房无异 因为无论在做饭还是装排时 都没有任何人胆敢靠近 只能远远观望 并与救护车保持畅通 以应对各种紧急状况 凭借小哥目前的体力水平 只能连续制作两锅菜肴 一锅原味 一锅香菜薄荷味 食材会变 但超速的制作手法不变 它的出现为恶性发展的印度餐饮 加入了新的可能 从此生活做饭不再只是燃烧食材 还燃烧顾客的寿命 燃烧厨师的脂肪 厨师做完饭倒下 顾客吃完饭倒下 这可不是在玩呱呱乐 而是在制作你朋友爱吃的甜甜圈 吃完这份甜甜圈 甜到为他带花圈 面团本来不够黄 全靠脚底来帮忙 面团本来不够咸 全靠小哥煎周炎 这是位于你不拉谁拉街区的 一个甜品加工做法 一份好的甜品除了能在天上飞 还能在地上爬 也能在咸咸的恒河水中游 海路空的制作手法 使得甜甜圈化身美食中的六边形战士 每个环节都能重创十克的小腹 首先往大锅中倒入大量的面粉 此岗位需要安排一些丰满的小哥负责 这样活出来的面才能像他们一样饱满 接着倒入牛奶 一桶恒河老轿 还有姜黄粉 然后伸进胳膊搅拌 顺便加点关节炎 要是顾客想吃咸一点 老哥会把胳膊伸得更长 换成尖周炎 为了让面团更加有劲的 还须经过击打 傻包那么大的拳头看似落在了面团上 实则全部打在了顾客的小腹上 拳拳倒肉 揉好的面团就可以进行擀面 由于最近室内在调查 胃部感染狡气的源头 反侦查能力极强的小哥 决定挑选一个隐蔽的角落 继续进行作案 但小哥回过神来才发现 今天企业在拍宣传片 为了展现作坊卫生的一面 老哥又将擀面工序 搬到了不比地面干净的桌上进行 面团被越擀越大 而顾客的扩约机却越加越紧 直至面团被擀成一米左右 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工序 用瓶盖抠出一块块圆圈 这样的做法会造成食材大量损耗 所以老哥抠面团时还特别用力 确保面团飞出时能够打到包浆的墙壁 这样阵落的墙皮也会附着在面团上 补充了损耗掉的食材 挖好的圆圈会直接装 不用装 直接丢地上 将一盘盘切好的甜甜圈倒入石油原油中 进锅的甜甜圈并没有滋滋冒油 因为老板还没有开火 将大锅抬到灶台上 边油炸边加油 显然是没有考虑到满锅的食材 炸出来的口感会不行 只知道过量的产出寄生半会送来嘉奖 将炸成金黄的甜甜圈捞出粒干油分 然后倒入略显狠毒的糖水中浸泡 众所周知 吃甜食会胖 但经过元素糖浆浸泡的甜甜圈 只会在肠道内走个过场 并不会被人体吸收 朋友可以放心吃 最后将裹满糖浆的甜甜圈 捞出只黑色的红矿中 这样一份甜甜圈便制作完成 赶紧爱特你朋友过来吃一份 如果你朋友爱吃兄弟油炸 那可不能错过这一款 你可以不爱吃 但一定要请你的好朋友吃 凭借着过硬的技术 加上过快的技术 他们能保证放进油锅里就可以快速成型 这种酥脆的小酥球 包含了三哥手心的温暖 吃过的人都知道 这种油炸食品味道好极了 能吃三四个不绝的你 如果你想品尝三哥的手心小碎球 那姜就需要调味了 来点萝卜丝 再来一勺绿酱 这种绿色酱汁就是香菜叶 薄荷叶 青椒 柠檬汁等等打碎配成的 口味非常独特 包你尝过就不想再尝试第二次 如果你吃压了兄弟油炸 还可以品尝一下大叔油炸 没有百年的手速 根本做不到这一步 老板表示 只有手速够快 你就感觉不到油的温度 如果你吃了觉得味道不对 不要见怪 那一定是老板的皮肤组织 这不是老板的极限 老板的极限 是你根本看不清他到底抓了什么进去 甚至你觉得老板抓了一把空气进去油炸 熟练的速度让老板的手越来越耐热 这种极致的美食制作方法 一般人根本学不来 如果你遇到一个新手在做这样的美食 建议你立马绕道 那油炸出来的就不一定是面粉了 兴许还有些肉质蛋白 追求速度的老板没有注意油炸出来的形状 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些不好的事 粉质吸引了无数的黑色小蜜蜂 蜜蜂纷纷跳入粉质洗个澡 这是非洲某个村庄 想吃鸡就先剃毛 然后切成块 不管是鸡肠还是肉 全部放进锅里面 可以说算非常干净的了 但是接下来骚操作惊呆了 这锅粉质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他们做了一个简易的漏勺 然后将粉质过滤到那锅肉里 谁也不会想到 粉质竟然是汤料 蜜蜂已经被他们捞出来了 就是不知道经过过滤的粉质有什么不一样 那不还是粉质吗 难道过滤后口感更加细腻 味道更加鲜美吗 然后这锅肉就变成了这个样 汤汁的颜色非常好看 还有黄颜色的泡沫漂浮在汤汁上面 捞出来以后就是这样子 看起来没毛病 就是蜜蜂有点多 这个蘸料也不知道是什么 辣椒应该是有的 估计也可以掩盖掉粉质的味道 吃法也很简单 蘸料吃即可 就是这肉的味道不敢想象 黑黑的手 白白的洋葱 机械的挥刀动作 你可能以为这幅不怎么和谐的场景 发生在非洲 其实这里是在孟加拉街头 小哥挥动小刀 把与自己的手形成反差的白洋葱毁灭 深深的凹槽里藏污那狗 还残留着上一位顾客付了钱 却没有机会品尝的真修 小哥的手与案板表面遥相呼应 这也从侧面印证小哥是一位经验丰富 手法精湛的老师傅 把切好的洋葱 倒入还没有毁灭的洋葱盆里 在不合理与合理之间反复为难着观众 掉落的洋葱碎也没有丝毫减脉 小哥爱吃香菜的手拿出食人份的数量 再把香菜高位截肢 随后丢弃 此时忘我工作的小哥抬头看了一眼后餐区 发现只有一位饥饿的时刻 又把刚刚切好的香菜放回原位 挺拔的肚男 佐证着小哥大厨的身份 绿绿的香菜给死气沉沉的摊位带来一丝生机 让小哥的摊位容光幻化 但是却又以菜摆下的门环显得格格不入 从小哥手背抱起的青筋 不对 从小哥手背抱起的黑筋 可以看出他对稀少时刻的不满 切好的香菜干脆将错就错 再一次的重蹈覆辙 让盆里本就不多的空间显得更加拥挤 不过没有关系 小哥拿出朝天胶随机倒入手中 再放入菜板 简单的工序复杂化 可以磨练小哥的心性 也可以增加等待美食的顾客停留摊位的时长 从而营造一种生意火爆的假象 朝天胶无需清洗 虽然表面附着着一些不明物质 但小哥直接切碎投入使用 这也反映了老板与顾客的充分信任 顾客信任老板的招牌 老板也信任顾客身体的抵抗能力 抓一把香菜撒到高处 利用路过摩托车产生的尾气 传播到每一位即将走远路人的鼻孔 小哥巧妙利用环境带来的优势 为自己的小摊捕获潜在的客户 红筒内加入鹰嘴豆泥 然后用手驱赶隔屁的苍蝇 再和刚刚加入的各种食材 用手慢慢搅拌 让每一粒食材都达到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形态 拿出不用洗的盘子 垫上一张经过裁剪大小并不怎么合适的报纸 然后在桶里扣出三十一厅甩入盘中 刚刚接触食物的手又端起盘子 再找一份餐具 然后就可以把盘底 沾满食物的盘子端给客户了 画面一开始就有点控制不住局面 这是三哥的一种独特美食 批量手工生产 干净卫生的操作让你食欲大增 你若不爱吃 就请你的好朋友吃 如果美食让你想起初始的欲望 那三哥的美食就会让你想起初始的欲望 想要做出这样的美食 这料汁才是关键 马萨拉那是不可或缺的 少了这样的灵魂 那美食的味道就会差一大截 呼啦啦的调味品 呼啦啦的下 为了符合消化理念 这酱料配比出来的一定是黄灿灿的颜色 再加上红薯粉 又或者是木薯粉 这一锅的灵魂就让你始尿未及 像极了你一泻而下的物品 纯正的手工操作 每一次的涂抹都会打消你品尝这一份美食的欲望 凭着过快的涂抹技术 没有多久就彻底完成 将叶子卷好以后就开始蒸了 美味的食品是需要经过好几道程序 蒸只是第一道程序 如果你觉得这美食的味道不好吃 那你就错了 印度的美食在味道上 那还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特别是重口味 那绝对能接受 不能接受的只是它的制作过程 蒸完以后就可以切片了 在蒸的过程中 保留了叶子的清香味 加上马萨拉独特的味道 能让很多人接受 就是这秀气斑斑的小铁锅 搞不好就是一口一个破伤风 有的人喜欢吃油炸 也可以油炸 油炸的味道更加酥脆 有人爱吃鲜嫩的感觉 也有人爱吃酥脆感 三哥都能满足你 这不是麻油师题材烂你 而是人用狱族榨果汁 如果你朋友最近预事不顺畅 不妨请他尝一尝这份族香香蕉汁 欧洲有少女狱族造红酒 非洲有大哥黑族采果汁 但红酒仍要蒸柳 香蕉汁只需直接喝 香蕉在非洲可谓是人畜无害 谁都爱的丰富资源 整个部落的男女老少 一起将香蕉去皮 我们干活会饿到肚子叫 他们干活却能吃到打饱格 有活干能吃饱 成为他们最大的乐趣 去好皮的香蕉 等于说他们的生命已经消失 所以需要将它们转移到 一口疑似棺木之中 先在里面躺的是香蕉 喝完果汁里面躺的是石鹤 但在人躺之前 得先由小哥们进去采 虽然狱族颜色有些深沉 但放心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褪色的 在采榻的期间 还需要往里面加入绿化袋 不仅能起到防滑的作用 还可以刮出足部死皮 立于足底的清洁 即使这位小哥长得有些许黑 但我敢保证他的足底是白的 期间还需不断往里面加水 毕竟香蕉的汁水十分稀少 而水太少洗脚属是不太好 汁水在脚趾缝之间流淌 脚趾在果汁之中浸泡 很快香蕉就被采得稀烂 给人一种一泻千里的冲动 细看整个制作过程 都在一个茅厕中进行 食物与环境十分呼应 所以有人没忍住也情有可原 采香蕉这个工作的选人标准十分之高 得保证一个月内没有洗脚 并且工作当天得穿上黄色衣服 与食材衬托 将绿化带与香蕉泥充分混合一起 这位小哥的工作 虽然没有手舞足蹈的那个快乐 但看他反差极大的洁白手心 就知道这个活还是有用的 继续用狱卒踩踏几日 这样利于汁水的发酵 因为有狱卒的加持 所以发酵不用太久 二分半钟后便可以直接引用 将积累在底部的汁水装出 利用绿化带反复过滤 很快就会得到 还是很浑浊 但已经清澈了的香蕉汁 此时就可以装入容器中打包出售 如果你刚好在现场 直接装杯饮用也是可以的 但装杯就是装低 没有强大的肠胃不建议你装 这位小哥就是直接装杯饮用 味道如何 我们听一下他的临终发言 如果你朋友爱喝咖啡 不妨请他喝一杯印度街头牛奶咖啡 不仅让人提神醒脑 还能使人头上涨包 犯困的朋友可能会被牛奶滋的清醒 可能会被杯子砸的清醒 还可能喝完会长睡不醒 小店位于孟买菲拉布克街区 首先在万人杯中倒入小半杯清茶 当小哥离开视线时 总能让人感到一阵不安 因为你不知道会有什么惊吓 好在只是两包咖啡 小手一抖加入一整包 喝得习惯失眠 喝不习惯长眠 随后取出一包牛奶 双手用力挤压 牛奶便顺着小口精准滋入杯中 游进到远 在杯子和袋子兼架起一座白色天桥 令人赏心悦目 要说其中的艺术成分 大概有两三层楼那么高 男人至此是少年 小哥从小就喜欢姿 现在长大了还是这么喜欢姿 小时候比谁姿的又高又远 现在追求又准又远 调整下枪口 牛奶便丝滑滋入第二个杯子中 尽管见出的牛奶有些浪费 但整体无伤大雅 差不多的时候 慢慢拉回做收尾动作 轻松写意 从箱子中咬出冰块 左右手个抓一把 将冰块放入杯中 冰块带走手上的盐分 手中留有冰块的清凉 用勺子敲敲 手心的冰块随即破碎 顾客的肠胃也要受罪 用横河原浆洗洗杯子和双手 维持大庭广众下的干净卫生 接着扣上杯子 用勺子加固防止现场翻车 随后将杯子高高抛起 接住 既十分高超 竞争对手也为之折腰 附近的同行要么被敲击声吓走 要么被高空抛物砸进医院 随后小哥再次展现技术 甩甩杯子一个发力 杯子变像指尖陀螺一般 在小哥的手心旋转跳跃 这些看似危险 实则一点也不安全的动作 不仅吓跑了同行 也吓到了不少同事 左边的灰衣小哥看起来淡定自如 实则是被伤得太深 已经麻木了 这位刚入职的蓝衣小哥就十分谨慎 确保安全后迅速通过 不然医保就要透支 砸 飞 咬 转 天零零地零零 顾客喝完准不行 小哥这些看似没必要的动作 实际上完全没必要 多番旋转藤挪后 牛奶 咖啡 乌龙茶和冰块已经互相融合 用勺子敲开不锈钢杯 已被牛奶咖啡便呈现在眼前 如果你不想喝 可以请你朋友喝 盖了冒了我的老宝贝 世界美食万般变化 唯独非洲美食让人一惊一战 狂野的吃相让人看着头的 奥德彪的出现瞬间让人精神分叉 他们就是江湖人称 奥德乌木威尔维恩耶尔土温 毕竟这也算是非洲美食的灭霸 让你爱吃折尔根的朋友过来看一下 感受一下抑郁风情的文化 盖了冒了 话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不如跟着奥德彪的脚步 即使每天做着野外美食节目 奥德彪依旧会用自己的生活方式 加快自己生命的进度 别看咱非洲奥德彪古兽如柴 顶着烈日暴走三十多里地 那是手到擒来 弯腰趴背的姿态 以及罪人的手法 让无数妙龄少女正中吓唤 奥德彪发现了一处藏宝地 为成年的破伤风之刃耍得游刃有余 真没想到高端的美食居然被这样掩埋 眼瞅着奥德彪把玩着手里的折尔根 下一秒就抡起木棍挖出折尔根的老宅 真是盖了冒了好兄弟 经过奥德彪一上午的不懈努力 终于是让折尔根浮出了水泥地 这种来自非洲的陌生果实 维基也叫不出名字 有兄弟认出来留言告诉维基 维基指定让你吃上这一口美味 不得不说 奥德彪执着的精神 以及专业的态度 以很多人都要努力数倍 让我这样的专业解说员都心生敬畏 发黑的手指甲带 让挖出的折尔根第一时间融入到了新鲜的气味 奥德彪张口就直接送入到自己的肠胃 完整地来一场大自然与人类的心灵交汇 看起来还有点像我们国内的甘蔗 只是不知道这样的吃法 会不会损伤奥德彪的肠胃 转眼之间 奥德彪展示着来自非洲的果实 感受着来自大自然的独特火石 为了保证食材的干净与卫生 奥德彪还是以钻木取火的方式进行制烤 整个过程没有任何清洗的步骤 拨开外皮之后 就是一道顶级的非洲美食 糖分和纤维素是蔬菜的好几倍 你瞅瞅我幼年奥德彪迷人的吃相 再让你的好兄弟吃上一小口 真就妥妥地盖了 在非洲大陆的贫困村庄 生活常常充满了挑战 贫困 食物短缺和饥饿 一直是这些村民所面临的日常现实 对于这些村民来说 虫子不仅是一种食物 更是生存的机会 在干旱的季节里 农作物欠收 食物供应稀缺 这时 虫子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 虫子丰富的蛋白质和营养价值 使他们成为了一种可负担的食物选择 贫困村民通常采用各种方式来抓虫子 如捕捉蝗虫 蚂蚱 蚪蚣 蚣和甲虫等 他们会在田地 草地和树木下搜索 用手 网 或竹筒捕捉虫子 虽然这种方式可能看起来有些原始 但对于他们来说 这是生活的一部分 也是对抗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威胁的一种方式 抓到虫子后 村民们会进行简单的烹饪 通常虫子会被炸制或烤熟 以增加口感和风味 一些村庄 还会用虫子来制作汤或炒菜 将其与季节性的蔬菜和香料搭配 创造出独特的美食 虽然抓虫子作为冲击的方式 看起来不寻常 对这些村民来说 它已经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创造力 来应对食物短缺的挑战 同时也在不断寻找更好的方法 来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 对于这些非洲贫困村民来说 虫子可能只是一个过渡性的食物选择 我惯悠我生活的达官显贵 他们置身于豪华之中 似乎早已忘记了人间疾虎 我们辛勤努力似乎只是为了 让世界人民过上好日子 黑子哥随便打掉辣条能当成下韭菜 北极熊一烧火棍下去 一周的口粮不愁了 人间百态真是光怪陆离啊 世界上的事情真是五花八门 让人捉摸不透 有些人总是看着天上的星星发呆 追逐着那些遥不可及的梦想 而有些人则像是被困在了无尽的泥潭中 一步步地挣扎着 却难以摆脱那束缚 而有些人则总是带着一副愁眉苦脸 仿佛整个世界都压在了他的肩膀上 在这个充满了琐碎和繁忙的世界里 人们总是围绕着各种琐事纠结不休 百态人间真是让人捉摸不透 有些人总是善良而宽容 愿意伸出援手帮助别人 他们就像是一座温暖的灯塔 为失去方向的人指引了前进的道路 而有些人则总是心存嫉妒和恶意 乐于看到他人的失败 他们就像是一只蜘蛛 紧紧地支着自己的陷阱 等待着猎物的到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